今年100岁的韩天啟是中国著名的大地天文学家和天文地球动力学家 中国天文大地测量学科的开创者之一 见证了中国天文70余年发展 近日,韩天啟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回望中国从露眼观星到凝望苍穹的历程 据韩天啟介绍 中国天文学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就已萌芽 从夏朝开始就设有专职的天文观 从事较长期较系统的观测 同时对分散零星的天文知识搜集整理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后 中国古代天文学形成了以立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的体系 中国的立法应该是再这样就再主流的立法 中国的立法 实际上没有这个立法的问题 反正确实的原因是三八五地 后面确实的二十二 所以十年一用呢 多了 用多了 所以用八年也不用 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可热的 也很可热的数目筹记来 韩天奇坦言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天文研究 但那时只有两个目的 一是农业生产 二是占卜 从十年过车的纪念来讲 它都从里头上熄了 我记住我 它别是一个 水明性是一样的 青天界 主要是别是水明了 所以 中国的提供上 应该叫 提供和一的学 韩天奇说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人开始真正的研究天文现象 天文规律 脱离吉凶霍福 回归到自然科学范畴里 1953年底 中国开始使用进口的仪器 威尔特T4全能经纬仪 为黄河进行一等天文测量 黄河天文测量任务完成后 五十年代末期 韩天奇提出了T4全能经纬仪 利用接触测微器 按双芯等高法测试的方法 实现天文测试的半自动化记录 大大的提高了测试的精度 被天文界称为中国的金戈尔法 这项科研成果 一直为中国测试部门 用作施测高精度天文坐标的 重要方法之一 这个呢 这个打击车量这个有方法 打击铁铺 用铁铺来的车打击 它的双芯等高法 中间名 记得的名字就是双芯东西等高法 一个在东边 一个在西边等高法 那么我们解放出去呢 重要处理 就用金戈尔法 所以知道中间有个名字的家呢 东西放心等高法 寒天启称自己的一生 见证了从中国天文学 从一穷二白 露眼观星 到建立起完整的必要的 大地天文学理论和技术基础 这个世界就不能用车度来衡量 我们这个七十年 结果七十年到一天 我们基本上就给了人家国际设计 像我们贵州一个500米的大方月经 以来别人还没有了 500米的所谓方月经 才可以开到 记忆光年以外的马重心 韩天启表示 自己所经历的中国历史 出现过许多敢为人先 勇于尝试的故事 相信总有更明亮的星空 在等待着我们 无论周遭多么黑暗 将观测近深远一些 扩展一些 就能看到光亮 虽然有明明的过年 你真的有口约的爱好 能够为国家整齐 是为国家整过 这样子的话 那么顺便能培养得出来 所以年轻人希望能够努力 还是继续完成 国家希望平复有这 能够有这种概念 正在智多点 好 不